花东养鸡协会理事长张敬毅指出 连续好几波的寒流来袭 导致了蛋鸡出蛋率下降 目前又遇到了禽流感冲击 未来几个月将会影响到 民众吃鸡肉和保蛋的意愿以及价钱 而外食足则是格外受到影响 受禽流感的冲击 国内鸡肉的供应量吃紧 而花东养鸡协会理事长也指出 其实也影响目前 花东地区在购买除机上的数量 寒流感的常态的话 连夏天也都有 连总机也都中标 所以说它的产弹率都会下降 下降之下 下降之下 那就你买的时候 价钱又高 你必须要用抢的 透过关系你才购买得到 而且它数量也把你限制 也不会像以前说 你要多少我赶快卖给你 你订多少就有多少 现在没有啊 甚至于淡机我们的成本 一定比外星市高 因为我们花园没有飼料厂 然后我们的营物料 现在国际上的一些事情 造成营物料的缺少 物资一直在涨 在涨之下 我们当然啊 我们一颗蛋的成本也会很高 而花园县政府农业处也指出 禽流感对于鸡肉 除鸡的供应上 还是必须做详细的了解 因为供需失衡呢 造成大家抢蛋 所以说近期内的蛋价是急速上扬的 那这一部分的话 因为这是属于那个 供教的失衡 所以必须要从这个蛋 因为蛋那个生蛋的这一些机制呢 也是因为禽流感跟一些疫病 造成机制大量死亡 所以才让这个蛋的生产量缺乏 未来会透过中央的计划 我们会来争取 像帮助我们这个养 这个蛋机的这一些机场 来购置这个小型的一个护化设备 让我们的机场 能够自己有一个小型的护化设备 用这种管道帮助这些机场 来增加这个除击的一个数量 情流感的袭击可以说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此对于一般民众大多没有实际的感受 但是对烧肉鸡排等鸡肉料理餐饮业者 可是以说是非常有感 甚至必须在危机中绞尽脑汁来应万变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